他肯定是个疯子 就算不是疯子 肯定样子长得很凶吧 哎呀 他反正是个女屠夫 杀人啊 杀猪一样 哎呀 你们都别问了 我今天都说得很累了 哎呀小妹 你再说说吧 他是不是长得斗鸡眼 朝天鼻子雪空大口 朝风耳啊 所以说千万别小看女人 女人发起狠来 哪个男人都招架不住 这都是男人见骨头 非得把女人逼极了 逼疯了 我看梁玉娟也是被她男朋友给逼疯了 不杀她男朋友 就早晚有一天会被她男朋友杀死 倒不如把她解决了 干脆 你们说什么呢 不好好学习 我建议重新学习两个月前 报道过梁玉娟案件的法治报 大家同意吗 同意 你们这是什么学习啊 这是猎奇 猎奇 猎奇怎么了 猎奇有罪吗 猎奇有罪吗 大家谁不好奇啊 是啊 我也好奇啊 是啊 我也好奇啊 是啊 我也好奇 学习你不要打我 我 我受不了了 学习你不要打我 别吵 不要吵 不要吵 学习你 别打我 别打我 我受不了了 学习你 不要打呼噜 不要吵 不要吵 学习 警局长 你去休息吧 我来看吧 不行啊 内经监设虽然有防备措施 可是我怕梁玉娟有自残的倾向 所以啊 得盯紧点 不要吵我睡觉 不要打呼噜 不要吵我睡觉 梁玉娟的情况怎么样 我观察她几天了 发现她有点情绪失控 昨天吃饭的时候啊 她一看见郭就哆嗦 我觉得她这是刚进来 对陌生环境所产生的一种心理反应 你知道她为什么看到郭就哆嗦呢 她把受害人杀了之后 把头切下来 扔的锅里还给煮了 她太残忍了 以后我们一定得好好观察她 人杀犯之后啊 总有一种阴影在纠缠着她 有不少复兴人员刚进监狱时 都存在这些反常的精神和心理问题 经常从噩梦中醒了 叶云说得对 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她 鲁林 梁云均的心理辅导就你负责了 好 我看过她的资料 她是自首的 对 她杀人之后啊 自己到派出所自首的 按常理说 自首的罪犯 不应该有反常的精神和心理问题才对啊 梁云均不是一个职业杀手 她是一头被逼及的蔫豹子 如果不摆脱杀人的阴影 可能会影响生理和心理 甚至还会精神失常 我觉得 我应该让她平缓情绪 慢慢疏导 监医长你说呢 记者 对梁云均这种人啊 一定要和风细雨 是 我知道 你的情绪不稳定 是因为你刚进监狱 失去自由 现在 过错已经铸成 你想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目前 你只有稳定情绪 好好改造 是 你要是有什么要求 可以向我们申请 我们会尽量帮助你的 你真的能帮我吗 那要看你提的要求是否合理 是否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了 你一定能帮我的 那你说说看 我想换个监设 这里 老是有人打呼噜 吵得我睡不着觉 这里是单人监设 只有你一个人睡觉 没有别人了 是真的 是真的 我真的听到呼噜声了 我吵得很 我没骗你 那只是幻觉 就算我给你换其他的建设 也是一样的 有的复兴人员 刚进来的时候 也有过其他怪神的幻觉 你呢 就别想太多了 平静下来 我平静不了 你还想那么多干嘛呢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需要的是面对现在 我忘不了过去 你是自首的 又服从法院的判决 就应该忘记过去 面对新的生活 好好改造 我们是很想帮助你的 可是 有些事情 只有你自己 才能帮助你自己 早操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半 八点钟呢 开始工作 下午两点半是学习时间 这些都是我规定的 我知道了 你呢 可以参加各种技能培训班 充实自己同时 又可以有一技之长 我们这儿有裁剪班 美容美发班 还有电脑班 多着呢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 我啊 如果我参加 那就 参加裁剪班 或是美容班吧 这就对了 我会帮助你了解这里 面对新的生活 只要你静下心 慢慢的 就会适应这里的 对自己身心 也是很有益处的 知道吗 知道了 爸爸 你终于勇敢了一回了 一提辞职啊 老爸马上就慌了 你可得给你升职 你真厉害 爸爸我敬你 谢谢 我啊 这就叫拼死无大害 大不了啊 不干了 去南天市开出租 爸爸 你升职啊 我当然开心了 但是 你是不是 就不能跟我们去南天了 嗯 也不是这样 这第一啊 要看看老板呢 对我怎么样 第二呢 也要看看南天市的生活环境 最最主要的 还是要在那里 给你找一所最好的学校 也好 全面来看全面考虑嘛 爸爸 我们去南天看妈妈好不好 现在去啊 是啊 你可以向公司请假嘛 你已经好几个星期 无偿的给公司加班了 请几天假 应该没问题 再说 看他屁不屁你的假 还能看出他 到底对你怎么样 是不是 是 嗯 媛媛 你是越来越聪明了 爸爸拿手机过来 我给妈妈打电话 让她的车站接我们 咱们先不给妈妈打电话 哦 爸爸 你是要搞突然袭击 给妈妈一个惊喜 来 干杯 校长 媛媛的资料您看了吧 看了 媛媛可以转入贵销念书吗 这个问题有点难了 我们毕竟是一间重点学校 媛媛上学期的成绩不是特别好 还没有达到我们的分数线 我们不能开这个先例啊 媛媛在这学期已经开始努力补习了 校长 您能不能再考虑考虑 这不但影响媛媛的前途 也影响我们家人的团圆 我知道贵销是重点学校 正是因为这样呢 我更希望媛媛能够在这里读书 希望在你们的教育下日后可以成才 我们再研究研究吧 不过这确实比较难 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学校的招生原则 您再给媛媛个机会吧 下学期开学呢 让媛媛来参加考试 如果她的成绩达标的话 那么就不要考虑上学期的成绩 批准入读 您看这样可以吗 建议长您的一番苦心我理解 好吧 只要媛媛这次通过考试 我们就正式批准她入读 但是如果不达标 那我就没话说了 那好 那就不打扰您了 再见校长 再见 秦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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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秦医生 病人情况怎么样了 患者胃壳阳急性发作 还伴有低血糖 这都是平时劳累和长期移植 不规律引起的 幸亏送院急事 要不然很危险 那才现在呢 现在人已经清醒了 再调理一段时间应该没上 你放心吧 谢谢 秦医长 你怎么样了 没事了 已经不疼了 要不 我帮你往家里打个电话 让他们来看看你 不用打 我不想他们爬来爬去的那么担心 什么 进了医院 怎么连我都不知道呢 秦医长就是怕你们担心 所以才不让我告诉你们 妈妈生病了 她的什么病 严密严重啊 是急性的会亏疡 或轻微的低血糖 医生说没事 调整一下就能出院了 她就是这样的 什么事都自己扛 她能扛得住吗 媛媛 我们赶紧把东西拿到家属宿舍 然后赶紧去医院看望你妈妈去 好 何干事 麻烦你带我们去一下家属宿舍啊 这个 其实 监狱长并没有分到家属宿舍 他不是已经分了吗 因为我们刚刚搬来南天 房子特别紧张 所以 监狱长把房子让给了有困难的预警 爸爸 原来 妈妈一直都瞒着我们 别着急 现在是苦了点 不过市政府已经答应解决房子了 哎 死性子改不了了 孙燕 哎呦 哎呦 老同学 你这 都住院了 还是离万机的现场办公啊 你这干嘛呢 破费这些 我又不讲究 我就讲啊 你这房间啊 肯定颜色不是很丰富 我呢 买几束画 给你的颜色丰富丰富 啊 这个放这儿了 好好好 谢谢啊 这个呢 放那儿了 哎 怎么样 孙燕 最近事情好点了吗 好多了 就是 刚搬新家 事儿多 我这当头了呢 什么头不是头的 好 我跟你说啊 你这都是工作累病的 现在你是个病人 病人 就应该好好休息 哎呀 咱们干警察这行的 哪个面熬出点问题来 再说我现在也没事 是不是还能工作呢 行行行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大道理了 大小我也是个领导 你呀 就趁这次机会 好好休息 调养一下 你说你要是累倒了 累垮了 这谁来替你啊 监狱长 哎 同学聚会的事怎么样呀 你看我又没去上 快讲讲 总之一句话 是有人欢喜 有人愁啊 大家谈论的话题 也都是儿女 你看那个高生大粗气的 那肯定是儿女学业有成 孝顺鲜能 不敢吭声的 肯定是儿女武力反叛 家里头战争不断 他就是当年被搬上公认的 好男人的李建军 他怎么离婚了 什么原因啊 什么原因不太清楚 不过我觉得这个夫妻之间啊 应该多一点理解 多一点沟通 多一点体谅 任何一方忽略了另一方 没顾及到另外一方的这个感受 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看事情 看问题啊 这个婚姻的天秤 肯定是会要倾斜的 媛媛 妈妈 你可吓死我了 没事 妈妈没事 你怎么就不告诉我一声呢 好了 来 对 这是我警校的同学 黄杨 这是我老公 老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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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案子等着我 你们先聊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我先走了 好好好 我不送了啊 再见 你怎么就自己一个人扛着呢 为什么不让我分担一点呢 老雷 对不起 我这不是不想让你担心吗 除了病情呢 工作的情况 一切的一切 包括没有分到家属宿舍的事 你都瞒着我 这些花挺漂亮的 都是她送的吧 是 我两个同学 我们是在一块追捕一个愿意复兴人员重遇的 好多年都没联系了 我怎么就从来没见过她呢 你警校那么多的旧同学 就她一个人来看你 爸爸 妈妈在生病 你就别气她了 爸爸 孩子生气呢 生什么气啊 你孩子生妈妈的气 我看出来了 这种妈妈瞒着我们呢 她也是在怕我们担心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我在想啊 妈妈一个人在南天市 没有人照顾她 这样才熬出病来 是啊 妈妈太可怜了 所以我想辞职 到南天市开出租车 开个小馆子什么的 这样一家人可以团聚 也好照顾你妈妈 你觉得我这样想怎么样 可是 你刚容身为公司的副主任 你舍得吗 什么舍得不舍得 什么副主任 还不是虚嫌一个 都是替老板跑腿的 爸爸你别冲动 好好考虑 到时别后悔 没什么后悔的 我们全家都搬来南天市了 这样一家人可以团聚 还可以照顾你妈妈 这技不是挺好吗 恐怕还不止这一点吧 有人啊 是怕妈妈被洪叔叔抢走了 这小丫头 你怎么说话的你 好了好了 反正呢 我是举双手双脚赞成 我就知道爸爸你最好了 你啊 心而小 就会往坏处想 你把爸爸看成什么人了 处理 爆炸 今天又来了一个新的服务人员 她叫梁宇娟 以后和大家住在一起 希望大家互相有爱 梁宇娟 你就睡在张阿弘的上部 要跟大家搞好团结 是 我要求换个床 为什么 我 我不想让她睡在我上面 理由不充分 不批准 理由不充分 好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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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小心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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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别忘了 再吧 杨宇娟 杨宇娟 你严重的违法的监规 高声喧哗 你再不起来 我就关你紧闭了啊 大力姐 让我来 杨宇娟 你们不要过来 不要杨宇娟 不要杨宇娟 杨宇娟 你不要害怕 我是以前 跟你辽国天的方警官呀 你不记得了吗 杨宇娟 杨宇娟 我以前 让你把不开心的事情忘掉 还让你参加了美容班 你不记得了吗 杨宇娟 有我在 你一定会安全的 相信我 来 把手给我 把鞋穿上 你相信我 把鞋穿上 报告 你要搞什么名堂 旅警官 我有个要求 说 我想坏监设 不意要 坏什么坏什么 不许 大妮姐 我看暂时把梁宇娟 带回单独监视吧 好吧 好了 没事了 大家上场睡觉了 上床吧 是 你这伤是怎么回事 就是那个男人给弄的 你现在 还疼吗 那人真下得了手 简直没有一点人性啊 面积这么大 我当了这么多年大夫 还是第一次见到 我当了 变态 简直就是个变态 玉娟 真是难为你了 你别怕 我们预警一定会帮助你的 现在都过去了 把以前的事情都忘掉吧 重新开始 重新面对新的生活 放紧外 她现在的情绪很不稳定 得给她注射一句 正经记 嗯 城墅 早上好 mania 睡得好吗 报告方警官 睡得好 我已经很久没有睡得那么香了 不要想太多了 尤其是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是 对了 今天是技能培训班开始报名 是在旅警官的报 下周就开始开课了 早操的时间快到了 你快去吧 谢谢方警官 爸爸 我们家分到的宿舍还不错吧 还行 环境还满意吧 房子漂亮 环境呢 真是不错 建议长早该分到房子了 第一批的时候呢 他让给了在一线的预警 第二批呢 又让给了我们 这第三批啊 是我们强烈要求下 他才肯要的 我老婆呀 她就是这种人 妈妈这样不好吗 舍己为人嘛 你这丫头 你别损你老爸啊 行了行了别闹了 走我们去医院呢 看望你妈妈去 嗯那快点 走走走走 真的吗 什么时候见过你啊 媛媛 为什么跟妈妈那么神秘兮兮的 又没说你坏话 兮兮什么呀 当然知道你说什么了 你这个丫头 啊好了日务完成了 我口水都讲干了 我要买清水喝去 你刚刚不是才喝过吗 哎真笨呢 人家这给你制造机会 这都要我挑明了说啊 想喝就去吧 说那么多干嘛 那先去啦 老雷真想好了 想好什么呀 辞掉工作来南天啊 这目前嘛 还仅仅只是个想法 老板刚说你公司副主任 你舍得放弃啊 这个鱼与熊掌哪能兼得呢 想想啊 也只能是权衡轻重嘛 老雷 我知道太难为你了 为了升职这一天 你熬得多辛苦 现在刚刚上任了 你要辞掉工作 当初啊 我们老总呢 给我升职 我就应该好好干 毕竟这个南天市 我是人身地不熟 还是留在原单位算了 不过后来想想啊 这个副主任也没啥意思 观影还蛮大的 不是不是 说实在的 这个副主任哪 也挺不好当的 连星期天都要贡献给老板 工资又不高 是块鸡肋呀 倒不如在南天市开个地市 还来的实在 工资收入越高 或者啊 以后在这个地方 自己开个小餐馆 做厨子 当个小老板 也挺好的 那我们是老板娘了 老板娘 老板她娘 都是其次 最主要的是 我们一家人 能够在一起 你看就这次吧 如果我跟圆圆都在你身边 也不至于弄得这么严重 住医院 更不至于做妻子的住了医院 我这个丈夫都不知道 夫妻在一起嘛 总可以互相关照嘛 有一首歌词里边就是这样写的 有撇有纳才是人 有男有女才成家嘛 老雷谢谢你 域长 苏姐 来了 老雷 你终于来了啊 你好 域长 这就是你先生啊 对 你好你好 经常听域长提起你呢 你好 苏姐 老雷一来 哎 你这胃病就不用再处治了 好一半了 哎呦 他有那么神吗 要是这样的话 那不是给国家什么多少医药费啊 哈哈哈 你们还有公事要谈吧 那我和圆圆先回雍江去了 好 圆圆我们走 圆圆回去以后呢 一定要认真努力的补习功课啊 能不能考上这所学校呢 就要看你的真功夫了 妈妈 你还信不过你的女儿吗 我信 如果还有吹牛比赛你呢 嗯 你放心吧 我回去啊 一定会给她约法三章 保证不让她偷懒 哎 一个星期后啊 我们再来南天市 圆圆我们走 跟妈妈再见 嗯 妈妈再见 跟阿姨再见 再见 再见 苏姐 这梁宇君啊 昨天情绪非常不稳定 在监视里又吵油闹 后来啊 钻到床底下死活不出来 没办法 我只能把她 关到单人间社区 我带她去了医疗室 发现她满身都是伤痕 后来她也把她遭遇的情况告诉了我 那个崔大海 她是个性恶态狂 她满身的伤痕 都是被她给打的 这身上的伤痕容易痊愈 可给她心理上却留下了很大的创伤 这个变态狂 残酷地蹂躏她的身心 给她的精神阴影留下得很严重 那就好好利用一下感情倾诉间 看看对她是否有帮助 那我回去就把她带到倾诉间 不过我看她的病情 倒是不像天涯那种一般的心理问题 不知道对她的帮助程度会有多大 先试试吧 嗯 要哭 你就哭个够 哭她个大海汪洋 好女儿 就该坦坦荡荡 没有人会谴责该发生的寂语 没有人会拒绝雨后的勤朗 老公 你为什么那么糟离我而去 你走 咱妈也走了 你们为什么那么狠心 偏向我一个人在这 奇怪啊 她打电话给她丈夫 她丈夫不是已经病死好多年了吗 我想这可能才是她最值得倾诉的男人 老公 我求你不要走 不要离开这个家 你走了 我们该怎么办 你一定要坚强起来 一定要战胜病魔 我还有妞妞 还有咱妈 会守在你的身边 我们一家人 会很幸福 很快乐地生活下去 大海哥 我求求你了 不要再来查我 他打电话给崔大海 玉娟已经经历太多的苦难 冒天爷不公 把所有的苦难都给了我玉娟 大海哥 我们曾经相爱过 对吗 你曾经爱过我 曾经关心体贴过我 拿去吃点菜吧 怎么好意思啊 拿去吧 谢谢 一个人吃饭很无聊的 不是做个伴吗 对了 天气那么冷穿那么单薄 你小心着凉了 我昨天刚好买了一件羽绒大衣 下午给你送过来 那么麻烦你 怎么好意思呢 没事 我开车出差刚好经购佣江 听说那里便宜 所以就买了 我还给你儿子买了一套 不是这儿吧 对了 你儿子的咳嗽好了吗 还没呢 天一冷他就老咳嗽 那我下午有空 我带他去看看中医吧 不用了海哥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 你客气什么 来 谢谢 大海哥 谢谢你 时常照顾我 谢什么 以后我用车 天天送你上下班 你是不是天天谢我 天天接送啊 不用了 我常得到你的照顾 已经非常感激了 玉娟 你生活并不宽裕 又要养孩子 工资又不高 我用车送送你 最起码可以耍下车费啊 不用了 这样多麻烦你啊 太辛苦了 不辛苦 反正我有车 你不坐我照样开 这叫不坐白不坐 对了 你上班孩子怎么办 在我哥哥家 嫂子帮忙带着 反正他们的孩子也不大 正好可以一起玩的 是啊 幸好你有个好哥嫂啊 不过 我觉得你挺孤单的 都习惯了 也无所谓 大海哥 我先上去了 好 谢谢你 你不请我到你家坐坐 好像不太方便 那好吧 那你好好休息了 我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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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海哥 你在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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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 我不要 消除我了 知诚 小枫啊 我看消除梁宇娟的心理疾患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这事急不得 你觉得呢 那也是 毕竟梁宇娟以前受的痛苦太大了 客家烙印也太深了 那我们以后再安排时间吧 小枫 你先带梁宇娟回监设 好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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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定 一二 李正 消息 李正 向右看去 向前看 第一排 起步 走 一 二一 一 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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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二 向后 追 消息 我们队列训练的目的 一 是增强体制 二 是树立监规纪律制度意识 三 是培养集体观念 陈香花 到 刚才 你为什么不挺起胸膛往前走 报告 我们这些罪人没有脸挺起胸膛 住练 是 错了 你们从进监狱的第一天起 救我便没有了 你们要弃救徒心 堂堂正正的做人 我们监狱是一个讲人性 人权 人情的地方 你们要好好的活出个人样来 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 爸爸 爸爸 又笑你了 你这人 又寒酸又不懂浪漫 还不会哄人 去去去 小小年纪 你懂什么呀 还跟爸爸办老陈呢你 你这花啊 太寒酸了 连这点小钱都不舍得花 怎么能哄得妈妈开心呢 算了 帮你买一束吧 哎 回来 你吃啊 就够了 你妈她不爱浪漫 算了 妈妈 妈妈 你看苏妍 老公大人是说到就到 你们俩够默契的 约的时间也是刚刚好 老雷 请假来的 哎 老雷啊 我现在把你老婆大人 安全送到你手上 下面就不用我代劳了 啊 哈哈 老婆大人 她根本就没有通知我今天出院 我还蒙在鼓里呢 呦 苏妍啊 这就是你不对了 其实啊 其实啊 我第六感告诉我 今天妈妈一定会出院的 昨天爸别那么说过 所以啊 今天早上我们就来了 这不还真的应验了 哈哈哈哈 回家喽 哎呀 妈妈 我们新家真大真漂亮 是啊 哎妈妈 你刚出院要不要去高街躺一下 不用 好 来咱们坐会儿 嗯 妈妈 先坐着休息一下 哎 妈妈 待会儿啊 我准备啊 去附近看一看 哪有卖装饰品的 再把我的房间再布置一下 哎 园园 这刚刚搬过来 你着什么急啊 啊 我只是去附近逛一下 又不走远了 你呀 就光顾了去买那些没有用的东西 我告诉你啊 你可别胡老花钱 我就去看看 你有没有给我钱 我能买什么呀 好了好了 园园 妈妈给你找个补习老师 一会儿就来 你要抓紧时间补习 要不然考学校困难 你知道吗 嗯嗯 知道了 我现在呢 就去我房间看一看 哪个角落呢 差点什么东西 然后去买一堆回来 那个洪阳 是不是天天到医院探望你啊 没有啊 老雷你 还说没有 那我问你 为什么今天她到医院去接你出院 你出院的消息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早就邀请了出院 医生不同意 但今天她突然告诉我可以出院 正好洪阳来了 就这么临时做了个决定 你啊 你就别跟我解释了 为什么两次在医院我都碰到她呢 碰到又怎么样了 这能说明什么 老雷啊 你想哪儿了 我没有想什么 我只是想知道你们俩想干嘛 我们俩正常的很 什么都没有 我记得你以前提起过她 是啊 我是提起过她 她是我警校的同学啊 同学 那岂不是青梅竹马的初恋情人 要不怎么到了南天市她就找上你了呢 我们是在工作室碰上的 现在就是一个正常的朋友 爸爸妈妈 我那房间 妈 你们两个怎么都闷头闷脑的 袁袁啊 这次爸爸呢只起了两天假了 来去匆匆的 明天呢要回庸江去 只是一个人回去啊 心里面有点没招没落啊 爸 你明天回去呢就把老板给炒掉 你在那儿工作 还不如到南天来开出租车 这样呢 我们一家人还能在一起 监狱长可别回来了 万一监狱长 康复回来 你们这是搞什么名堂 监狱长 最新的科学实验证明鲜花不仅可以赏心悦目 而且还有疗效 天天赏花您就不会得胃病了 对 天天赏花那不工作了 建议长咱们以后再也不用肯合饭了 因为大饭堂已经盖好了 也不用在办公室打破都有自己的窝了 对了 对了 媛媛和她爸爸来南天市了吗 还没有呢 不过快了 监狱长 真羡慕你 你看 你女儿和老公 马上都能来了 大妮姐 你不用发愁 前段时间啊 多亏建议长努力奔走 现在市政府已经批准咱们预警 可以减免城市增容费 以你的收入情况来看呢 是免收的 还不赶紧安排你的家属过来 真的吗 是 大妮啊 快行动啊 是 谢谢建议长 玲玲啊 孩子怎么样 怎么说呢 行了行了 工作的时间免台私事 赵区长说得对 咱们呢 还是先攻后私 方警官 咱们汇报一下工作 好 那好吧 那大家先汇报一下工作吧 好 是 是 �� 至于 年轻松 远远 峠 即可 遇见 感谢 赵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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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